哈喽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 我是你们的黄老师Andy 欢迎各位来到我的早盘分享时间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 那今天的话呢我们的一个社群 是由我们的这个刘老师 去带大家去执行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策略 同时在晚上也会有一个什么 比较重要的一个直播啊朋友们 好了每一笔交易是必须严格带止损的 禁止锁仓跟扛单哈 接下来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机会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商品货币哈 澳美哈朋友们 那澳美的话呢从日线级别对不对哈 昨天又收了一根什么啊 阴线对不对哈 日线的一个阴线 所以说价格的话呢 在这一笔下跌的过程当中啊 又创出了一个新低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一小时的一个盘面 是比较清楚的哈朋友们啊 这一笔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当下的重点 只观察这一笔下跌的就已经怎么样 就已经足够了哈 所以说我们今天的一个思路哈 非美的货币基本上都还是什么 都还是顺势操作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哈 那昨天的话呢 其实哈 它的一个走势状态给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信号 对不对哈 昨天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价格没有得到一个有效的一个支撑哈 直接怎么样向下跌破创出新低 所以说我们今天的一个思路仍然是顺势空哈 顺势空怎么样去空啊 可以重点观察一下这个什么啊 重点关注我们这个这个压力位哈 同时这个压力位也是什么 我们一小时不灵带中轨的什么一个压制哈 所以说呢这个位置的话呢 是我们今天白天的哈一个节奏 价格往上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选择左侧交易哈 进在阳线上去做它的一个空哈朋友们 所以说这个的话呢 是我们今天比较重要的一个高分机会了哈 好除了我们的一个澳元之外的话呢 还有我们的一个原油哈 那原油的话呢 从日线级别上哈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昨天哈价格又收了一个什么 大阴线对不对 所以说今天哈收阴线的这个概率哈 还是比较高的啊 对不对 所以说啊这个时候的话呢 大家哈就不要再盲目的哈 去做多了哈 因为现在去做多 你的风险系数是比较高的啊 对不对 所以说价格哈跌破了这一笔上涨了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的思路已经发生了转变了啊 是什么是油多转空的啊 这样的一个思路了哈 朋友们 所以说你这个时候你再有 拼命的去买多的啊 你想一下你这个风险哈 所以说我们从它的一个K线的状态上 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哈 从这一笔下跌的这个K线的 这样的一个力度上 对比哈 这一段缓慢的上涨的这样的一个力度 已经进行了什么 进行了一个反转了哈 所以说我们今天的思路还是干嘛 还是空哈 还是sell的方向哈 所以说空啊 怎么样去空是比较关键的哈 那肯定是在什么 小级别对不对哈 一小时这样的一个小的级别当中 去找它的一些进场点了啊 所以说今天的思路我们还是干嘛 还是去做它连到的一个延续 那在这样的一个区间都是什么 都是我们做空的哈 一个价格哈 朋友们这样的一个区间我们都可以去做空啊 包括昨天哈 我在这个早盘当中也给大家讲了 对不对哈 讲了这个区间连到啊 让大家去做空 那不知道这个空大家有没有去参与 如果说这个空你现在还在这个持仓的 对不对 进场持仓的 那今天在这样的一个区间就是什么 就是你加仓的一个位置了哈 朋友们 好 那这个缘由的话呢 今天啊 我们的这个刘老师已经带大家去执行了 对不对哈 我们各位小伙伴就耐心的去持仓就可以了 有好的结构的 好的价格的 加仓的一些位置啊 都会在这个群里面哈 提示大家的哈 那好了 那以上的话呢 就是我们今天早盘的这个全部内容了 那对我们阿萨社区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哈 或者是来到我们学习班一起学习 也是可以的 那今天的话呢 我也祝这个大家哈 去这个交易愉快 好不好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